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 没见过你这么猴急的新娘子 我给我的丈夫款意 谁也管不着 这刘富 是用他手下的两万人 把我们的两千人给围起来了 看来这衣服 也是因为想要发动兵变的时候 方便区分吧 这所功率惯了签 明天只要有人来检查 就会发现问题 糟了 他们竟然敢这么干 今天晚上就要动手 不行 不能是今晚 我必须要把婉晴送出城 我再拖住刘富 所以刘富是想跟着我找到徐光耀 今晚才没有动手 是 可是刘富手下有两万人 你只有两千人 你能支撑得住吗 这刘富呢一直在养兵 而且他手底下的兵久不操练 我谭家军可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 撑到徐光耀前来支援肯定没问题 可是光耀哥现在在淮南前线 最早也要后天早上才能到 一一笔势 我不放心你 你男人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 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今天晚上我们要拜唐成亲 我们把名字写上 从此以后 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我们 我们 我们还没喝酒吗 不喝杯酒呢 新婚之夜不喝交杯酒 不吉利 来 你想惯我 我惯你干嘛呀 你把我惯罪了 你就不用碰我了 这样就算你死了 我还可以在家 交杯酒我喝 但是说好了 今天我们谁都不可以醉 好 你躲不掉的 ד 了 什么 傻举 anh 你 否则 长命 我不想走 我想留下来陪你 我说过要给你一个家 我们要生好多孩子 我们每年都要排全家府 我不想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得走了 刘夫的兵还盯着我呢 我去哪儿 万卿 请 万卿 我的兵动不了 为什么动不了 我们现在 正在和乌乎镇守市两个市对峙 如果我的兵现在调去江城 淮南很快又会落入敌人手中 不过我已经向司令部通知了 司令部现在马上会调过去两个团 前往江城支援 可是刘傅有两万人啊 我们给他两个团只是杯水车薪 光耀哥 玄林只有你这个希望了 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 光耀兄 剑字入命 江城危机变起萧强 我与谭家军两千余众 已被叛徒刘傅两万大军困于城内 敌众莫寡 孤军奋斗 为成功成人 别无他徒 我既已投身革命 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心中为一难舍之牵挂 只有晚清一人 兄与晚清自小相识 对他关切之音乃是一片赤诚 你我曾为同僚 虽相交不深 心中却是惺惺相细 甘胆相照 我战死后 晚清心中必是痛极 你是他唯一的亲人 往兄悉心照料 务必要晚清将我忘记 快意余生 太平 不愿意余生